这是当选前的川普 然而上任不到三个月 他变了 当时谁也没料到 川普会在那场记者会一天之后 旋即动用总统权力 未经国会批准 就授权对叙利亚进行空袭 U.S. forces on orders from President Trump launched an airstrike this evening against the Assad dictatorship in Syria This was retaliation for Tuesday's nerve gas attack by the regime Tonight I ordered a targeted military strike on the airfield in Syria from where the chemical attack was launched This is what happens if you cross President Trump's red line He used 59 cruise missiles to get his message across This is Trump's first to take a military strike to take a military strike But I just quickly ask you if the chemical attack crosses a red line for you It crossed a lot of lines for me When you kill innocent children innocent babies little babies with a chemical gas that is so lethal People were shocked to hear what gas it was that crosses many many lines beyond a red line many many lines 这只是表面上的说法 实际上 川普轰炸 叙利亚机场的时间点 刚好就是川普总统 在佛罗里达州 海湖庄园 招待大陆国家主席 习近平 共进晚餐的时刻 纽约时报 引述消息人士说法 当晚就在两位领导人 快吃完煮菜的时候 川普亲自告诉习近平 说他以下令 向叙利亚发射飞弹 轰炸当地北部一座机场 据说习近平当时论了半课 然后让翻译重复了一遍 听到的话 此时距离叙利亚的那场话物攻击 也还不到72小时 表面上川普是要惩罚阿萨德 使用话物 不过金融时报是这么说的 认为川普是以这场行动 告诉大陆 武力打击北韩的可能性提高 然而川普的盘算 没这么简单 川普自上台以来 其竞选团队与普丁政府 过从甚密的指控从未间断 在空虚叙利亚行动当时 正值白宫国家顾问佛林 遭证实曾在2016总统大选期间 与俄罗斯官员接触闪电请辞 而且白宫第一驸马 伊凡卡夫须库选纳也被报涉案 当时新华社就说川普突然下令空袭叙利亚 是为了撇清与莫斯科的叙利亚支持者的关系 消除对他轻恶的指责 收套事前通知的俄罗斯早就撤离 隔天俄罗斯还发新闻稿 讥笑美国59枚飞弹仅命中23枚 而且只炸毁了仓库和雷达站 跑道大致完好 根本无损叙利亚战力 虽然后来卫星照片还美国清白 证实炸到机场的战斧飞弹 绝对超过俄罗斯所说的23枚 但也坐实了川普的轰炸 最翁之翼不再久 而且就在这一次川普扬言攻击叙利亚的一个多礼拜前 川普才说要全面撤军 2018年面临其中选举的川普 又回到了当选前的那位川普 毕竟许多在2016大选中支持他的民粹主义 与保守分子都反对在国外进行长期的军事投注 距离上次空袭已经一年 眼下北韩影同意与川普回到谈判桌 但通俄门依然纠缠不清 以战斧飞弹一枚159万元计 2017年川普内场化了国防部 9381万美人的空袭叙利亚昂贵烟火秀 意图转移通俄门焦点的努力 看来还是失败的